其實從過去我們在講這個第三方平台 以及說這個想要宣示掃黑掃黃的相關的一個決心以來 其實我想各位應該都很清楚 柯文哲跟台灣民眾黨對於所謂廉政上面的一個標準是不會妥協的 從過去柯文哲市長在台北市的這個時期 對於所有的一個公務相關 不管是這個機關首長的部分要求都是相當的嚴格的 包含了現在其實在民眾黨內也是一樣 我們對於相關的黨公職都是強力來要求 所以其實在任何事件的處理上面 我們還是希望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那在這一次的這個高文哲市長相關的一個事件上面來說的話 他當然雖然目前是暫停黨權的一個部分 不過他依然還是民眾黨非常重要的一個公職 所以進入了司法程序的這個階段 我想以柯文哲跟台灣民眾黨的一個態度來說 我們還是在這個司法的程序上面是支持高文哲市長 提出有利他的證據來捍衛自己的權利的 針對高文哲市長的他在過去立委時期的一個助理會的爭議 那遭到檢方以貪污制罪條例來起訴 會議還有釐清之後 在昨天的開會之後也決議是暫停黨權的 因為這次事情基本上還是按照現有的相關的黨內的規範來做處理 那確實在這一次的一個狀況之中的話 中平的這個委員的部分他們是主動的進行調查跟了解 那就發現說其實在台灣民眾黨的一個 連政準則裡頭包含他的一個違反到了這個第二條以及第六條的部分 那簡單跟各位說明一下第二條的部分包含了這個是違反連政紀律的範圍 那其中呢在這個第二項的部分他有特別說到是有貪污制罪條例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他第二條他是定義整個連政紀律的一個範圍 那另外在第六條的部分呢他其實是一個處分裁量的部分 也就是說他這邊特別載明了 如果是有經檢查機關的起訴者 那應該呢 主動調查跟釐清之後 就像我剛剛說到的 在台灣民眾黨2020年既有的這個連政的準則之下 在第二條的違反連政紀律的範圍 以及第六條的處分裁量 評估這兩條之後呢就是按規定暫停黨權 對於近期諸多的紛擾以及輿論 佔用了大量的媒體版面 在此洪安閒向社會大眾以及市民朋友們致歉 也向各界再次說明 自從洪安就任市長以來 市政府內包含副市長秘書長 局處首長等人 大多數皆從未與李先生接觸或交談過 僅僅極少數與李先生已有私交的 就是市府人員 與李先生仍有朋友間的互動往來 李先生也從未踏進市長市大樓一步 如果偶爾有在市府後方的停車場 等候本人下班的時候 結實依規通報申請來賓車位 絕對沒有向外界所傳擁有專屬的車格 李先生也絕對沒有干預任何的市政決策 或參與任何市府會議 但是近日因為他和任職市府的友人之間的互動 造成了許多疑慮 甚至引發外界諸多的質疑與批評 鴻安仍然需要為了自身以及市府同仁們 不夠嚴守公司分紀而負起責任 並向社會大眾深切致歉 未來鴻安會用最嚴格的標準 要求自己以及團隊 沒有任何模糊的空間 從今天起 我也正式責成新竹市政府所有首長 不得在為報備留下紀錄的情況下 與李先生有任何的往來 如果有私下接觸會經報備的情況 查證屬實將嚴處絕不寬待 作為承載新竹市民期待的民選首長 鴻安很清楚 社會越嚴格的要求 越多的關注 代表的是越深的期待 感謝社會各界的批評和提出賤言的聲音 本人會用更高的標準審視自身 也再次感謝包含前前局長 和議員等人的監督指教 我和市府團隊將更加努力 更嚴格支持 實施自行 但求不負市民所託 再次為了近期紛擾以及輿論 向社會大眾以及市民朋友們 致上最深的歉意 主席現在會擔心高市長的爭議來影響我們黨內的民調嗎 是這樣啦 活在世界上每天都 我們活在世界上有時候會感冒 我覺得這樣啦 體質好還好 我還是那句話 我覺得他從去年選舉到現在 受到太多的關注 你看我當時那個 支社會告他背信、詐欺、侵權 最後法院也是不起訴 我猜啦 那個從去年到現在 指控他十件 我看七、八件 恐怕到八件都不是真的 我倒覺得這樣啦 合乎比例原則 我們不敢說完全沒有錯 但是這個 我也要禁告民進黨 去年為什麼那場新竹的選舉高安會會贏 因為你們民進黨在打過頭 打到最後 老百姓都覺得在想說要這個衝一下 所以我還是要禁告民進黨 凡事事可而止 就是合乎比例原則 這個不要打到變成老百姓開始想說 就學衝一下 市長想問一下 因為就是這個李先生拿出的企劃書 有新竹市府LOGO 被質疑說 那等於說沒有說 企劃跨年那是不是有點偽到偽出 另外就是這個不動產商業公會的聲明 首先關於昨天大家很關心的這個 所謂的企劃書 那我昨天在知道這樣的情況之後 我還特別請文化局提供給我 當時千田局長他離職所移交的這個版本 好那拿到之後其實我們自己 市府同仁也蠻傻眼的 因為其實那個計劃書 所謂的計劃書還不如說 就只是一個非常粗糙的一個概念的簡報 那當然我們也不知道說這個簡報到底是從何而來 所以這個我們必須要先說明 因為千田局長在交接給他的 底下的局數同仁的時候 並沒有說明說這個簡報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用途 所以其實你看到那個簡報裡面 我想昨天大家都翻的又翻 這企業真的沒有寫到什麼東西 那在裡面也沒有寫到廠商 也沒有寫到報價 所以說真的我到現在我們看到 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個企劃書 所謂的企劃書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簡報 那其實也真的不知道 這樣的簡報其實 根本連所謂的標規都談不上 更不要說我們其實市府 連這個標案都還沒有開始進行討論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就不需要去好像說去放大 覺得說這個企劃書就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干證 或什麼好像是在喬標案 其實如果各位看完企劃書就會知道 它可能就只是一個很簡單說 跨年應該可以怎麼辦 大概怎麼辦 甚至裡面的內容其實就這麼簡單的 透掉thank you跟那個封面 可能也只有五頁的內容 那我想這個新竹市政府 跟新竹縣政府的這個logo 我想也只是又像是說 它就是一個簡報內部的一個 還在討論發想的階段 它完全跟我們的官方文件扯不上關係 所以我想這個也不需要去放大去 一直要去說好像在這個地方 有什麼偽造文書 我覺得這有點無限相當 那現在民間要辦的這個工會 現在裡面就是有一些回建築的建商 那大家也會質疑說 是不是市長的好朋友都是建商 怎麼看 那這個協辦到底他們來主辦 到底有沒有涉及到標案 這個跟好朋友是建商到底有什麼關係 而且回建築如果按照最近媒體的披露 其實我也是慢慢從大家媒體 在講說倉意跟倉和 因為其實確實他們公司好像真的蠻複雜的 因為好像又有 我看到是又有什麼投資又有什麼建設 其實我對於這一些建商 他們的公司內部的一個架構跟結構 真的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 但是呢我們看到說這個工會舉辦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行之有年的 那我們當初楊縣長來跟我們做聯繫 其實也是因為過去尋網曆 其實新竹縣的跨年晚會 都是由這個新竹縣的這個不動產工會 來做舉辦 那這一次的話呢是說 因為楊縣長他得知說 我們有追加這個預算 那有可能就是我們也要辦跨年 那當然楊縣長站在大新竹共好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兩個縣市在這麼近的距離 都來舉辦跨年活動 他認為說這個力量可能會分散 所以才會在五月開始一直到七月呢 我們其實就有在互動討論 是不是新竹大新竹縣市喔 這個跨年的活動 是不是可以不需要分散這個力量 所以才會有後來大家所知道的 那新竹縣的不動產工會 跟新竹市的不動產工會 那他們已經有提出 他們希望來舉辦跨年晚會的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跟方向之後 那後來我跟楊縣長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我們就說 好那我們就一樣跟過去往例一樣 就是民間來自己辦 那我也特別跟我們的主機處 這個來確認過 如果我們追加的350萬的這個 跨年活動的預算 是不是可以留用不會浪費 那主機處也跟我說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呢這個事情就這樣子定下來了 那絕對沒有所謂的什麼 什麼建商好朋友啊或什麼的 如果真的要講建商的關係的話 我想我們的執政黨應該會有更多 跟建商的關係這個部分 可以讓大家細細來探究 那我這邊我就不再去 對於這個建商的部分 再有更多的一些 大家有太多的想像 其實真的都是大可不必 對於這個部分 對於這個部分 我們會有更多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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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會有更多的想像 但是因為我們會有更多的想像